大家好 我是黄老师恩迪 最近咱们社区有六选二的交易工具包福利 在这其中包含了价值888的日本蜡烛图 好用的MT4插件 最全的外汇支持地图 利于制定策略行情的节奏表 浓缩外汇技术精华思维导图 和电子版外汇交易书籍 只要你点赞咱们的本视频 就可以在这六个资料包中免费领取两个 待会加扫描屏幕前的二维码 添加助教领取哦 注意是点赞本视频才可以领取 好了 回到今天的视频 最近有刚入行的学员过来跟我抱怨 说自己做外汇压力很大 亲朋好友没有一个人能理解和支持自己 反而说我是这个不务正业 还说外汇是骗人的 说这个谁谁谁又亏了这个几百万 他们宁愿我出去外面跑滴滴 也不想我 炒外汇 黄老师 外汇真的没有前途吗 朋友们 在这里黄老师可以告诉大家 做外汇是有前途的 不然我也不会在这个行业扎根 一做就是七年的时间 我刚开始做交易的时候 也会遇到各种问题和质疑 毕竟这个行业还不能被这个大多数人所接受 虽然在北上广深这样的一个大城市 外汇都属于是这个老生常谈了 但是在小城市 大家接触的不多 有一些偏见也是正常的 所以大家不用太过于在意他人的一个看法 这里我可以告诉大家 做外汇有很多发展的方向 除了做全职交易员以外 你也可以往分析师的方向去发展 就像我这样是不是 但不论你做交易员也好 还是做老师 都必须要有一套固定的一个交易系统 想要吃交易这碗饭你的技术是得过关 其实对真正厉害的交易者来讲 外汇市场才是理想的交易胜利 而不是股票期货等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外汇市场有这个其他投资市场 不具备的一些优势 第一的话呢 就是外汇市场是从周一到周五 它都是24小时都可以进行交易的市场 而且还是这个T加零的一个模式 双算交易 做多做空都是可以赚钱的 第二点的话呢 交易是一门手艺 当你有了稳定的交易系统 你的时间是很自由的 所以也有很多的宝妈 接入到这个外汇 走上了交易之路 第三的话呢 外汇市场的流动性非常大 每天的交易资金高达7万亿美金 在这种大资金的一个市场当中 是没有庄家控盘的 相对比较公平啊 大家都是靠本事吃饭啊 所以啊 现在大家明白了啊 做外汇是有前途的 不然我也不会炒外汇炒了7年 成为一名真正的操盘手啊 但是想走这条路啊 需要你这个不断的进行学习 打下良好的基础 才有利于你对后面的一个技术的掌握 和这个系统的构建 如果你不知道哈 怎么样去学习 来咱们的这个老地方哈 一同这个交流进步 视频的最后哈 给大家一个这个告诫 虽然说做外汇 它是有前途的哈 如果你是没有交易经验的伙伴 前期可以小资金入市 最好是先把外汇作为自己的一个副业 因为这样哈 才能更好的这个保持良好的心态 才能在外汇中哈存活的更久 今天的视频啊 咱们就讲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再见哈 拜拜